好想好想你,好你好你你 最近娱乐圈可谓是热闹得很啊 林心如从还珠之后再一次经历了爆红的时代 只不过这次林心如却并非美好的人设而走红 而是因为负面新闻缠身而推向了风口浪尖 前不久林心如饰演了长歌行的女主角英丽华 却被网友们狂吐槽 林心如一直都是饰演公主 王后这次也不例外 但是却买平的违和感 要知道这次林心如出演的英丽华是一个18岁的少女 而林心如则是已经40岁出头的年纪 让网友们直呼辣眼睛 40岁的林心如出演的18岁的英丽华抬头文清晰可见 法令文也是深到鸿沟一般 网友直言看着自己都觉得尴尬 难道林心如自己不会觉得屏幕前洗脸而来的尴尬吗 很多网友指出 林心如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和旗下一人 为什么不起用自己旗下的先人来饰演这个角色呢 既可以捧鸿新人 又可以做收鱼利 岂不是两全其美 不过有网友就指出了 林心如想要的并非只是鱼利 更是要美名 就像她自己说的 自己一直都是出演公主的 和自己气质很匹配 想要满一把眉影 其实林心如之前也有一个亲手捧红的新人 并且还认了干女儿 这个人就是在美人心界里饰演下皇后的董慧 董慧因为出色的演技 并且和林心如长相有第三神次 所以被林心如说为干女儿 之后董慧也陆续出演了《林中歌角落》 以及《国色天香》等等 作品非常多 要向林心如给她带来了好处 但也是带来了厄运 有知情人爆料 董慧与林心如的长相气质有些神似 并且演技毫不信色 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二骂恐将替代林心如的位置 所以出于各方考量 林心如利用各种手段将董慧进行封杀 虽然没有官方消息确认 但是董慧自此就开始消失在林平之上了 期待和你在此相遇